他绝对是潮流品牌当中的年轻人物 为什么店铺里面会有这样一个桑达房呢 我们猫香店是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富库品牌 你现在收看就请讨论下来 讨论下来绑定生活 各位好 我是陈婉安 今天在过来录影的路上看到了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打扮 一件T恤衫加一条载裤再加上这样一顶帽子 然后我今又想这个彭里要不要这么穿一次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 是不是这样的打扮就叫做潮 我也潜心研究过这个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怎么样的打扮叫做潮流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有点虚无飘扭的东西 有年轻人其实我觉得潮流文化都在 但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 也像90年代那时候 比如一个年轻人穿一双耐克 那就是很潮流的东西 两个年轻人最早就是比较贴近于街头的话 就是滑板的最早进途上来 01-02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图压 03年的时候就是开始有本土的潮流杂志 像YOOHO包括后面的Milk 他们开始把欧美的包括日本的潮流的话 如果没大众媒体引进到上海 然后差不多04年到05年左右 就会出现一些日本那边来的等水货 从07年开始上海本土的人创民 它开始慢慢慢慢地发展到很多 今天又一位达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欢迎陈天宇潮牌潮人 打交道的潮流编辑小柯 小柯是YOOHO杂志的潮流编辑 对 潮流编辑平时是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发现最新的潮流单品 还有包括潮流的一些活动 还有拍摄一些服装片来给大家看 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拍片和写稿子 那应该平时会接触到很多大牌 对像包括陈冠希啊 还有潘伟博就很多的帅哥明星我都见过 那我知道很多大牌行自己也在做这种潮流的一些东西 对就像包括李晨啊林俊杰啊陈冠希 他们都在做一些自己的潮流品牌 我知道好像陈柏林是不是也做过 对他们也有做一个lifestyle的团体 我还知道你采访过他 对然后采访他的时候特别有趣 然后我问了他15个问题 他有13个问题就特别含糊不清地告诉我 我不知道呀 你问了他哪两个是还回答出来的 是最后两个问题是一个是你最近在忙什么 一个是你接下来要忙什么 那其余13个问题是相关于什么方面的 就是潮流啊还有一些东西的 还有他自己的牌子的一些东西 全都不知道 对因为他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 可能回答的时候就OK就这样好了 那他的店还开着吗 还在啊 我也可以去开店了 没关系都不用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们还是要给你看到 介绍到上海最硬的一些原创的潮流品牌 好 上海最硬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十名The Sing 胜利于05年的The Sing 幽默显示的设计风格 请了大批粉丝 目前在上海已经开始了 五家团店 但在落稿成功的今天 潮流气质烧成了The Sing 只能位列榜单提琴 The Sing 潮流只是两星 影响力三星半 上海最硬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九名TLD 相比其他潮流品牌TLD 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潮流设计单位 自06年起 TLD就秉持着严谨的态度 在设计与街头文化间探索 当时设计与限量出品 奠定了TLD在潮流迁中的影响力 TLD潮流指数三星半 影响力两星半 在海最硬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八名AMB 来自厦门的潮流品牌AMB 把清新简约的城市风格 也带入到了产品设计中 低调又不失优不感的设计 在内地的原创潮流品牌中 无数一致 深受唯一剧潮流人们的喜爱 AMB它只剩四星 影响力两星半 INKEY是建立于03年 由我们一群热爱滑板运动的朋友 一起创作的 我们品牌现在融合了 滑板BMX和各项街头极限运动 我们希望为年轻人带来一个 最真实最自由的街头服装品牌 山海最硬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七名INKEY 创立于03年的INKEY 可算是上海潮流圈 元老节的品牌了 走进长乐路专卖店中 INKEY源自欧美街头文化的品牌 气质就展露无遗 板帽 T恤 每一件都是炙手可热的潮流单品 像这边短秀都是我们今年夏天的主打款式 像这边它是今年流行中Michael Jason为主题背景的 男女同款可以做情侣身的话 我们现在也出了一个可爱的logo 以为淘心为主的 在INKEY店家还巧心设计了披萨盒作为T恤的包装 一切潮流的惊喜都可以大包带走 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到了INKEY的工作室 设计师黄毅告诉我们 接下来INKEY会推出一系列含有揉获感的设计 米高美 爱马仕 梦工厂等大牌 都成为了被恶搞的对象 不过只要朝人们穿得开心 这又有何不可能 INKEY潮流准数三星 影响力三星 那我们看到的这几个牌子 好像不一定上海都有的卖吧 对 因为他们的设计师 有可能是一些设计团队 然后包括个人的设计的一个力量 然后其实他们的东西是从网上 或者说赠送朋友的一些方式来贩售的 那如果我在这里想买到这些东西的话怎么办 其实网路上有很多 就包括优厚的有货.cn就可以买到这些东西 就包括这一条裤子 就是刚才说的TLD的牛仔裤 它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的最高水平了 这已经是中国最高水平了 对 因为它的水洗还有破坏 都是做得非常的精细 然后包括后面的皮盘 它是穿一穿就会变成红色的 它会有这种很精巧的设计在里面 牛仔裤的一种破旧的复古的感觉吧 那像这样一条牛仔裤大概卖多少钱 像这样一条的话 因为是面对国内的 所以说价格会比较环保一些 大概799 还是比较清零的一个价格 对 然后这条 就是一条比较有名的牛仔裤了 它名字叫Trash 2 Trash 2 对 然后呢 它是所有的工艺都做得非常的细 然后包括这边的贴张 然后破坏车线和泼墨 然后它后面还有一个皮斗 有一个蜘蛛网的这种皮斗 对 皮斗 然后做得非常细 它每一条裤子的泼墨和破坏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 那像这样一条牛仔裤卖多少钱 这样一条现在的价格是在5500块左右 哦 这个就不是特别环保的价格了 其实在潮流圈来说 这条牛仔裤的价钱其实是比较环保 这还环保5000块吗 对啊 那你身上现在穿的这一条 它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的牛仔裤 真的啊 对啊 我这条我当时穿的时候我不知道 我觉得挺正常的呀 对啊 它看上去特别正常 其实它有很多细节 它的这个部位是有湿滑洛士奇的水转 哦 就是这个 对 哦 然后还有裤子的这个部分 哦 这地方 是金线 真的啊 对啊 哎呦 那我要好好把它保护起来 所有的这些钻全部都要当当心心 对啊 那这条裤子买多少钱 这条裤子的价格大概在8000到9000之间 相当的不是很环保的 我都要做回去的时候 全部都要非常非常当心才可以 原来这个街头的这样的潮流品牌 它可以做这么高端 其实它是非常的用心 因为它就比如说这双鞋 它就是找很大一块牛皮 只要其中最好的一小块来做这双鞋 那我们先这样 我们继续去看到一些上海的本土的品牌 包括一些原创品牌 去看一下它们的这些状况 好 还会有怎么样的发现 这个酷酷的小僵尸 您可曾见过 如今在上海的潮流圈 它可是名气不响的 Emilis Hunky是以做牛仔裤起家的品牌 我们希望做出适合中国人自己穿着的牛仔裤 上海最影视纳原创潮流品牌 第六名Emilis Hunky Emilis Hunky的专卖店 就开在上海潮人的聚集地 常乐路 地面不大 牛仔裤占据了半壁江山 作为尊重牛仔裤设计的潮流品牌 Emilis Hunky创临四年来 推出的三款新浪版牛仔裤 每一款都是叫好又叫做 Emilis Hunky一代 惊羊的做旧工艺和画龙点睛的复古元素 相得益彰 颇有大将之风 二代则是在创意上做足文章 传统织景技术和刺绣工艺 堪称点睛之地 而且这条牛仔裤还能两面穿哦 Emilis Hunky 潮流指数三星半 影响力三星 上海最印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五名 能猫 能猫商店是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人的复古品牌 然后在这里呢 就所有的一切都跟中国的八十年代有关 我的第一个作品 设计是一件迅古运动服 因为当时是因为买不到 就我特别想要梅花牌的运动服 但是怎么买就买不到 所以我就那自己做吧 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拯救了今天的能猫 在富富风潮大行其道的今天 能猫的横空出世 可谓占尽天使地利人和 也难怪受到众多明星的追捧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的品牌 然后找到许多美好的回忆 能猫 潮流指数四星 影响力三星半 上海最印十大原创潮流品牌 第四名 Auto Space Auto Space是台湾越式团体 Sircus成员 料人帅创的潮流品牌 在Auto Space的世界里 所有的设计都没有产地不分国界 一切都来自外太空 只有创意才是你的超能力 而Auto Space的另一大特具 则是结合时事的设计理念 最近有众多明星参与 关爱若是病童的Love Life 计划的爱心T恤就出自Auto Space 现在在长乐路 你就能够找到Auto Space的身影 快随赵琳一起去看看 看这个是愚人节的 它上面有写写Just Kidding 然后它后面有那个恶魔的小翅膀 穿着的时候这个尾巴就像是自己的一样 这个是它出的毕业快乐 因为它上面写的Don't Forget Me 然后可以是同学之间毕业的时候上面留言 因为这上面是写了自信退后这样子 这里有一块胶 我看到这样有一块 对 看穿上这件虎年型大运 小雨的2010也一定能虎虎身微 发现这一件应该是女生款的吧 好像也蛮有特色的 对它是男女生胸前有魔术毡的 这两件对吗 对对对 它是一个情侣款吗 对它的名字叫太空情人 然后它的口号是爱就念一起 当你们拥抱的时候就是 我们来试试看吧 好 你说的是这样子毡吗 抱在一起的时候就会 诶 真的 真的哦 像现在不同区域的这种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于潮流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对啊 因为像是比如说因为长乐路算是上海的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 都在长乐路 然后我们可以从长乐路感受到很多来自不同国家 还有中国的不同地方的品牌 那其实像日本的话东京的元素就算是在亚洲的一个中心了 因为基本上很多的大牌包括LV这些时尚的品牌都会在元素有旗舰店 然后呢包括台湾呢可能就表现的更为奔放一点 他们的印花啊 logo啊都特别大这样子 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格 但我有个问题 嗯 因为像长乐路上的店我也逛过 对 嗯 很潮很漂亮 对 价格不菲 价格真的不菲 对啊 它不比南京西路上的一些比较名贵的店要 对 其实因为现在潮流和时尚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了 那有日本有很多设计师他们都已经走上了巴黎时装周 所以说在价格的这个部分也是 本来是一个underground一个straight的东西 慢慢的变得特别的昂贵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衣服你们都穿吗 会小小的试穿一下 穿多少天 呃就一下而已 就一下 因为我们我们最主要的不是去穿它 嗯 而是去仔细的观察它 哦 就包括它的一些细节 很多人还是会很羡慕你们的工作 其实看上去很风光 其实只要喜欢这个东西就会深深的爱着它 让你再去看到一些让你能够眼睛发亮的地方 对 前三名的排行榜当中还有哪些很牛的原创品牌继续去看到 阿德芳周是一个影游八年历史的第三个toy品牌 那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涂鸦艺术家的作品从平面变作立体化 同时也是把街头艺术和潮流文化带入到了普通人的家里 上海最应十大原创潮流品牌第三名Adventure 随着这间蓝色的涂鸦小屋 依旧能够讲到Adventure 走进店内各色潮流服饰就像目不暇接 不过散落其间的潮流功感才是这里的真正主角 别小看了这些一些古怪的小玩意儿 它的设计可是当然有来头 它的原型是一个德国的艺术家叫Flying Fortress 然后那你从这个形上面来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就是说它有一个德国钢盔式的这种造型 就是这很有德国文化的特点在里面 然后但是在这个原型上面的这个图形呢 就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叫Boof Monster 然后在这些上面出现的这些元素呢 就全部都是它的作品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 为不同国别的街头艺术家架起设计之乔 并擦出创意的火花是Adventure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款东西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 它这个帽子是可以取下来的 作为街头潮流取标性的品牌 人称潮流支付的藤元浩 也以Adventure来了起心理之处 主要的型就是以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原型来做的 但是在元素上面来说就特别体现了 就是潮流文化里面的一些 比如像牛仔裤 一些这种现在潮流文化里面很细节的东西 不过在Adventure最受欢迎的并非藤元浩 而是这只名叫Yokia的小声 世界杯来了 Yokia也做好准备要加入到激烈的战局中 其实这是Adventure与全家联名推出的世界杯系列玩偶 看来潮流已经悄悄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Adventure 潮流指数四星蛋影响力四星 上海最印十大原创潮流品牌第二名 Nick is coming 潮流VJ李晨的自主品牌Nick is coming 仍等我们排行榜的亚军 凭借潮流圈内的超高人气和广泛人脉 李晨的Nick is coming成为了众多内地潮牌中心 做最成功的一个 设计多元化和细节到位是Nick is coming的制胜法宝 最近Nick is coming为亚洲设计天王Michael Lord玩偶战 特别推出了限量108件的G年T恤 同样反响不俗 Nick is coming 潮流指数四星 影响力四星半 在揭晓今天排行榜第一名之前 请欣赏 陶醉上海潮流特别企划之快闪行动 敢问谁下最新的潮流活动是什么 没错就是快闪 无论是在曼富斯特的教堂边 还是在加拿大的冰山下 或是在莫斯科江湾的广场上 快闪正以风一样的速度吸取全球潮人 如今快闪一族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那么在上海的这场快闪行动会如何进行呢 请看 请不吝点赞 找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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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一位 找我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油 加油 看 看 看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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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